肯定会有不服气吧,但是只要是中国拿了我很开心 北京时间4月22日,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西安站的比赛圆满落幕 中国队选手陈玉希以总分443.20分的成绩夺得冠军,全红蝉获得亚军 两位小姑娘作为巴黎奥运会的核心队员都肩负着冲击奥运双金王的重担 在一系列的国际比赛中都呈现出来了断层优势 而这一次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全红蝉陈玉希两个人也是断层优势 甚至比同排的英国选手甩开了巨大的差距 全红蝉和全红蝉在女子十米台的竞争中十分激烈 两个人在过去这几年的竞争中互有胜负 全红蝉逐渐摆脱了生长发育观的难题 也逐渐克服了207C这个动作的限制 让自己的表现和状态逐渐升温 让大家对于全红蝉有了更高的期待 毕竟全红蝉属于现象级的运动员 如果说正常来讲 只要保持好东京奥运会时期的状态和表现 其实全红蝉完全可以拉开断层优势 甚至甩开陈玉希 毕竟全红蝉的个人天赋能力是要比陈玉希还要高一个级别 但是大家也都担心 因为频繁输给陈玉希 导致全红蝉自信心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说大家也都期盼着全红蝉能够不要受到影响 更希望在奥运会之前一系列国际比赛中多拿一些冠军 这样也可以让自己自信心带来一些积累 心态上也可以更加放松平和一些 有助于自己奥运会上的发挥 毕竟全红蝉代表着中国跳水队未来的门面和招牌 全红蝉的心态只要保持好 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 而我们看到 在本次跳水世界杯西安战的比赛结束后 陈玉希拿到了冠军 全红蝉遗憾屈居亚军 大家担心全红蝉心态不好 自信心受挫 这将会对于中国跳水队带来巨大的影响 但是就在比赛结束后 全红蝉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也让大家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全红蝉赛后公主爆乐呵呵的 直接把铜牌的英国选手抱起来 这无疑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 暗示着自己的心态非常好 并不会受到比赛 输了没有拿到冠军而影响自己的心态 这也有利于全红蝉在接下来的奥运会比赛中 有着更好的发挥 毕竟全红蝉能够用这么好的心态 应对自己拿到亚军的成绩 是有些出乎预料的 也让周济红看懂了 全红蝉成熟了 心态稳定了 未来也可以承担更多的压力 带着更多的重担 站上更多国际大赛的舞台 为中国跳水队拿到更多的荣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